传说每到圣诞节的时候,樱花小镇就会出现两位孪生兄弟圣诞老人,他们两个从来不会一起出现。 哥哥穿的是红色的圣诞服,喜欢在白天做好事,我们叫他正义圣诞老人。 弟弟穿的是黑色的圣诞服,喜欢在晚上做坏事,我们叫他暗黑圣诞老人。 这天晚上,暗黑圣诞老人出来了,他在大街上巡逻做坏事,他看到有一个人站在那里,他跑过去把他变成了绿色的雕像,变成绿色雕像的人好可怜,太可怕了,所以大家晚上尽量不要出门。 然而,正义的圣诞老人完全不一样,他很喜欢乐于助人,他喜欢白天出来巡逻做好事,巡逻到大街上看到前面有个男生扭到脚摔倒在地上,他会把他送到医院治疗。 巡逻发现十字路口那边有个小女孩不敢过马路,他会跑过去然后牵着小女孩的手安全地带他过马路,并把他安全地送到家里。 正义的圣诞老人已经在小镇帮助过很多居民,所以大家看见他不要害怕他,他很乐于助人。 大家好,你们喜欢我吗?喜欢我的话可要支持鼓励我哦,那样我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。 谢谢你们,下面我要唱首歌送给支持我的小女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